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节课还有三只小动物也来了 你们快看 它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三个富裕母的四声 让我们一起读一读吧 我们的学习伙伴都读对了 真棒呀 这几只小动物可调皮了 你们快看 它们把自己的声调小帽藏起来了 你们能帮它们找到吗 你们来看一看这些音节上的声调符号该标在谁的头上呢 在标声调符号之前 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标调小儿歌吧 请听听我们的学习伙伴的分享吧 老师 我会标 这位同学都标对了 可真棒呀 哎 你们快看 哎 你们快看 这又大又甜的梨上也有音节呢 请同学们快试着拼一拼 读一读吧 那奥爱 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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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我们的学习伙伴都拼读对了 真了不起呀 现在请同学们再来看看书中的这幅图 图上都有谁 他们在做什么 请你试着说一说吧 我看见一个小妹妹正跑向一位老奶奶 图上画的是一个小妹妹来看望她的奶奶 你们看在图旁边还有两个音节呢 请你们试着拼一拼吧 诶你们发现了吗 这两个词当中的第二个字都要读轻声 请同学们跟老师读一读 妹妹 奶奶 拼音没有了 这个字你们还认识吗 这个字念妹 妹妹的妹 因为妹妹是女生 所以左边有一个女字 我会主词妹妹 姐妹 屏幕前的同学们 我们来看妹这个字 它左边的部分叫女字旁 在今后的学习中 我们会学到的 这个字又念什么呢 这个字念奶 奶奶的奶 奶奶也是女的 所以也有个女字旁 我会主词牛奶奶牛 这位同学真会倾听 真会学习呀 现在就请同学们跟老师再来读读这两个词 妹妹 奶奶 学习了两个词语 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小儿歌呢 这首小儿歌就叫洗手歌 它就在我们的语文书里 请你打开书 先听老师读一读 洗手歌 排着队向前走 做什么 去洗手 肥皂用来搓搓手 清水帮我冲冲手 毛巾给我擦擦手 小手洗得真干净 大家一起笑开口 现在也请你们读一读吧 遇到不认读的字 遇到不认识的字 可以请拼音朋友来帮忙 洗手歌 排着队向前走 做什么 去洗手 肥皂用来搓搓手 清水帮我冲冲手 毛巾给我擦擦手 小手洗得真干净 大家一起笑开口 这位同学自音都读对了 真棒呀 同学们 你们看 刚才我们复习的三个复孕母 也藏在这首小儿歌的音节里呢 请你们试着拼一拼 读一读吧 这位同学都拼读对了 老师要给你点个赞 现在请屏幕前的同学们 再来听听这首儿歌 边听边想 儿歌里告诉我们 要想把手洗干净 我们应当怎样洗呢 洗手歌 排着队向前走 做什么 去洗手 肥皂用来搓搓手 清水帮我冲冲手 毛巾给我擦擦手 小手洗得真干净 大家一起笑开口 诶 你们快来说一说 怎样才能把手洗干净呢 儿歌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想把手洗干净 先用肥皂搓搓手 再用清水冲冲冲手 最后用毛巾擦擦手 是啊 你们看 就是这句话 肥皂用来搓搓手 清水帮我冲冲手 毛巾给我擦擦手 这里面 这里面搓搓搓 冲冲 擦擦 要读清声 请同学们跟老师 把这句话再来读一遍 肥皂用来搓搓手 清水帮我冲冲手 毛巾给我擦擦手 相信同学们在生活中 都是讲卫生 勤洗手的好孩子 现在就让我们拍着手 再来读读这首儿歌吧 洗手歌 排着队 向前走 做什么 去洗手 肥皂用来搓搓手 清水帮我冲冲手 毛巾给我擦擦手 小手洗得真干净 大家一起笑开口 儿歌学习完了 你们快来看 小妹妹和奶奶 到果园旁的池塘里钓鱼了 小鱼吐出的泡泡里 有两个音节 请你们根据听到的读音 选择正确的音节 奇怪的怪 歌屋爱怪 应当是第四声 我选第二个音节 歌屋爱怪 快递的快 歌屋爱快 应当是三批音节 我选第一个音节 歌屋爱快 拜 拜年的拜 波爱拜 不是波爱被 富云母是哀 所以我选第一个音节 波爱 拜 开会的会 喝味会 一屋都有标在后 所以标一上 我选第一个音节 喝味会 刚才这几位学习伙伴可真了不起呀 他们不仅选择出了正确的音节 还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呢 现在老师想送给同学们一些大气球 哎 有的同学说了 气球怎么没有颜色呢 告诉你们吧 如果你能读对气球上的音节 彩色气球就在你的眼前了 快来试一试 喝鹅喝 是为水 喝水 莫爱梅 喝无阿花 梅花 滋味脆 乐玉绿 脆绿 莫爱买 吃爱菜 买菜 富爱飞 鸡 鸡 鸡 飞鸡 请同学们把气球上的音节 再来拼读一遍吧 同学们 今天这节课 我们还要学习写音节 你们来看 请同学们 先跟老师 一起把这两个音节 拼读一遍 破爱 排 得位 对 排 对 我们在抄写音节的时候 要注意 一个音节写完 再标声调符号 还要注意 抄写音节 不能看一个字母 写一个字母 要看一个音节 写一个音节 我们要养成 良好的书写习惯 现在就请同学们 先看老师 写一写吧 破爱 排 第二声 写完字母后 再标声调符号 得位 对 第四声 一屋都有 声调符号 标在后面一个字母上 好 现在就请同学们 身坐正 脚放平 注意握笔姿势 手里笔尖一寸 胸离桌子一拳 眼离书本 一尺 请你们先把书上的字 描一描 然后再动笔 把两个音节写一遍 开始吧 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看 老师这里 也有一份 学习伙伴 抄写的音节 你们能评一评吗 这位同学 两个音节都写对了 如果两个音节中间 空得再大一点 就更好了 这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 既能发现同学们的优点 又能找出不足 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现在就请屏幕前的同学们 对照着大屏幕 把这两个音节 再写一遍吧 如果你写完了 你发现自己的音节 写得越来越漂亮了 就在书上 给自己画一个 大大的笑脸吧 同学们 这节课 我们复习了 三个父孕母 还学习了 一首小儿歌 和两个词语 课下 同学们可以把儿歌 读给家长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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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